大家好,我是姚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在平时做钓的过程中 最简易的和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做直线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钩 凉线板 还有直线 为了编鱼演示呢 我们还是使用在颜色的比较粗一点的线 首先根据我们所在水域的鱼情和钓的鱼种 还有水深 我们来确定我们指线的长度 今天呢 咱们就随意剪一段线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用大拇指和食指握住线头 然后将钩和线头并排放在一起 右手缠一圈 缠完以后 就是变成了这种状态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用右手 两个手指 勾住 勾住线 顺此之音方向 来绕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绕着圈数 根据我们垂掉 需要 来确定 捏住线头 将线 拽紧 这个时候 一定要让 紫线 放在 钩饼的 下面 钩饼的下面 为什么要放在钩饼的下面呢 在我们实际 做钓的过程中 特别是遇到 大个体的鱼 如果放在上面 钩饼 会对线 造成损伤 非常容易 切线 跑鱼 我们转紧 将线头 剪掉 这样 我们一个钩 就 绑好了 第二钩 同样的 绑法 同样的 绑法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七圈 压住线头 再紧 同样 压在 钩饼的下方 将 多余的线头 剪掉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将钩�具 定好 根据 我们所钓的 对象鱼 来 定钩�具 通常 我们 钩�具 选择是在 一个半 到两个钩 钩长 之间的位置 在上方 打结 上方打结 我们一定要 打八字扣 八字扣 很简单 两个手 捏住线 然后 做出一个线圈 左手 拧住一圈 将线头 穿进去 做出来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是一个八字 拽紧 当然 这个扣 如果小的话 我们可以 往上推 有条件的钓鱼呢 可以 用打结器 可以做得非常小 好 今天 做纸线的方法 今天 做纸线的方法 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我是姚哥 期待与你相约 请关注姚哥钓鱼